欢迎来到我们的天下文章节目 今天我们有几个重要的新闻 要跟大家分享 首先是欧盟即将对中国电动车 进行关税的最终投票 这项提案将于本周五进行表决 法国 希腊 意大利和波兰 这四个国家的支持 将决定中国电动车的命运 若通过 未来五年内 将对中国电动车的命运 中国电动车加指高达45%的进口关税 这对中国的电动车市场 将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接着我们来看看 韩国和日本的最新动态 韩国总统尹熙悦 与日本新任首相石破茂 进行了首次通话 双方都同意要与美国合作 共同应对来自朝鲜的威胁 这标志着 两国在安全和经济方面的合作 有望进一步加强 特别是在尹熙悦的外交政策中 改善与日本的关系是重中之重 最后 我们还要提到 菲律宾的军事现代化计划 菲律宾正在吸引全球的国防承包商 参加在马尼拉举行的防务展览会 这显示出 该国希望加强自身的军事能力 以应对中国的威胁 随着国防预算的增加 菲律宾计划购买各种先进的武器系统 这将对地区安全局势产生重要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欧盟最后投票临近 这四个国家将决定中国电动汽车的命运 美国之音中文网 欧盟所有成员国将在本周周五 10月4日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 加征永久性进口关税的提案 进行最终的投票表决 路透社从欧盟官员和消息人士那里得知 欧盟的重要成员国的法国 希腊 意大利和波兰 预计将会投票支持这个提案 这将足以保证该议案在这次表决中获得通过 法西一波四国能够决定这个关税提案 命运的原因是 这四个国家的人口合计 占欧盟总人口的39% 这将超过欧盟规定的推翻议案 所需要的投反对票的国家人口 在欧盟总人口中的占比 必须达到65%的门槛 欧盟规则要求 除非占欧盟人口65%的15个国家 自投票反对 否则欧盟原定的 在未来五年 向中国电动汽车 加征45%的进口关税的计划 将不会改变 这次最后投票表决的时间 原定在9月25日举行 但可能是为了给中方更多时间 阐明他们的立场和替代方案 欧盟将表决延迟至10月4日 欧盟在今年7月公布了 对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 比亚迪、吉利和上汽集团 分别加征17.4% 19.9%和37.6%的关税 其他车企都被加征了 税率不同的关税 加上之前欧盟征收的10%的关税 欧盟对中国进口电动汽车的关税 将至少提高至27% 最高接近50% 在中国的压力下 欧盟在8月份对相关税率 做了轻微的下调 以展示欧盟对中国的让步 但是北京对此并不满意 认为欧盟设立的高关税 如果最终得以落实 将会大大阻碍中国电动汽车 占领欧洲市场的目标 为此 中国商务部王文涛 继副部长李飞之后 在访欧洲 对意大利、德国、比利时 和欧盟总部 展开了走马灯式的穿梭外交 并与欧盟执行机构 欧盟委员会的贸易专员 东布罗夫斯基斯 Valdis Dombrovskis 举行了会晤 中方向欧盟提出了 多种替代关税的方案 都没有得到对方的认可 如果周五的投票结果 验证了欧盟官员周三 透露的预测 加征高额关税的议案 对于通过 那么这对北京来说 将意味着一次沉重的打击 在新冠病毒大流疫结束后 中国经济出现全面低迷 北京将电动汽车 作为经济崛起的新的增长点 而给予了高度重视 并做出了巨大的投入 不过 欧盟委员会 似乎并不想让北京感到彻底绝望 有消息说 欧盟可能在进行表决的时候 提出一个附加建议 声明欧盟与中国的谈判 还没有解决 有关中国电动汽车补贴的争端 他的意思是 即便加征关税的提案 获得通过欧盟委员会 仍会继续与中国进行谈判 继续就有关关税替代建议 包括此前被拒绝的 中方提出的价格承诺方案 重新进行审查 路透社的一名知情人是说 正在谈判的一个选择 是根据电动汽车的续航里程 电池性能和使用长度 以及是两轮驱动 还是四轮驱动等标准 计算最低进口价 另一种选择 是中方承诺在欧盟进行投资 并在过渡期内设定配额 尹熙悦与石破帽首次通话 承诺与美合作应对朝鲜威胁 美国之音中文网 韩国总统办公室表示 尹熙悦 周三 10月2日 与日本新任首相石破帽 Shigero Ashabang 进行了首次通话 同意两国 需要与美国采取联合行动 应对朝鲜的威胁 韩国上周五对石破帽 当选日本执政党自民党总裁 表示欢迎 称期待在他的领导下 两国继续改善关系 并在安全和经济问题上 共同努力 路透社报道说 尹熙悦的办公室表示 尹熙悦在通话中 告诉石破帽 拥有共同价值观和利益的邻居 是重要的合作伙伴 并希望与他继续密切沟通 并加强合作 两位领导人一致认为 韩国和日本 韩国 美国和日本 需要团结起来 对朝鲜的持续挑衅 做出回应 尹熙悦的办公室说 10月1日 正式就任首相的石破帽承诺 寻求与友好国家 建立更深厚的关系 以应对日本自二战以来 面临的最严重的安全威胁 报道表示 尹熙悦将改善与日本的关系 并与美国共同建立 三边安全合作 作为外交优先事项 并且因日本战事历史 造成的多年来的敌意 在尹熙悦总统 2022年5月就任前 韩日关系跌至 几十年来的最低水平 不过 石破帽的前任岸田文雄 和尹熙悦在美国总统乔拜登的推动下 让两国的关系发生了彻底转变 发展出一种新的伙伴关系 尹熙悦的办公室 和日本外务省都表示 两位领导人同意很快会晤 同时 韩国时报报道说 韩日两位领导人 同意继续两国首脑之间 惯常的穿梭外交 并尽快会晤 就双边关系等共同关心的问题 坦诚的交换意见 此外 据韩联社报道 韩国总统尹熙悦周二 10月1日在韩国建军76周年纪念活动上 对5300名军人发表讲话说 如果朝鲜进行挑衅 韩国军队会立即做出反击 如果朝鲜企图使用核武器 必定会面临韩国和美国联军的坚决 而难以抗拒的反击 那一天将会是朝鲜政权的终结 美国目前在韩国驻扎有数万美军 报道说 韩国在纪念活动中 首次公开展示了 韩国最大的弹道导弹 玄武 5 该导弹弹头重达8吨 威力能够摧毁地下掩体 报道援引分析称 韩军在朝鲜频频发起垃圾气球 和弹道导弹挑衅的背景下 公开 玄武 武艺 再对平壤发出警告信号 此外 美国重型超音速战略轰炸基壁 EB等战机 在也当天活动中登场飞行 以展示韩美间的安全联盟 菲律宾寻求军事现代化 庞大的武器需求 吸引全球承包商 美国之音中文网 正在寻求军事现代化 以应对中国威胁的菲律宾 迎来了众多全球知名的国防承包商 他们带着各自的优质产品 参加了刚刚在马尼拉结束的 亚洲防务与安全展览会 展示自己的军事技术和武器系统 这次展会 从9月25日开始至27日结束 参加展会的外国军工企业 有291家 其中包括全球知名的 美国洛克希德·马丁瑞典的萨博公司 以色列的拉斐尔公司 印额合资企业布拉莫斯公司等 马尼拉智库 国际发展与安全合作组织 主席切斯特·卡巴尔扎 Chester Cabelza表示 菲律宾是国防工业的新兴市场 路透社引用卡巴尔扎的话说 我们与中国之间的战略利益纠纷 引起了国防承包商的关注 这次展览展示了来自智同道和国家的支持 其中许多国家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和盟友 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布劳纳 Romeo Brunner-Jair 8月29日向国际媒体表示 菲律宾 希望获得更多的最新武器系统 其中包括中程导弹 今年4月 美国在美非联合军演期间 在菲律宾北部部署了 低风中程导弹发射系统 北京对此非常愤怒 撑这一行动 把巨大战争风险带入区域内 菲律宾方面拒绝了北京撤走 这套导弹系统的要求 菲律宾政府已拨款350亿美元 用于未来10年的国防建设 菲律宾与中国的主权纠纷 集中在位于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的几个岛礁 为此两国多次发生海上对抗 中国军方和海警当局 在海上和空中 向菲律宾施加了巨大的压力 为了对抗比自己强大很多的中国 菲律宾一面加强 与菲律宾最重要的盟友美国的关系 另一方面 扩大于日本、澳大利亚、韩国等 和自己理念相同国家的安全合作 美国国防部前助理国防部长赫苏斯 阿维拉、Jesus Avila 在参观这个两年一次的亚洲防务 与安全展览会时表示 现代化的目标是 发展一支可靠的国防力量 无论是否存在中国问题 菲律宾军方准备购买的军事装备 有战斗机、潜艇、导弹系统等 美国是菲律宾的传统武器供应国 但现在菲律宾扩大了自己的武器采购范围 印度、以色列、波兰、韩国和土耳其等国 都是菲律宾采购武器考虑的对象 参加此次马尼拉武器展览会的 还有一些新的国家 例如英国、法国和日本等 路透社说 这也反映了马尼拉在地区安全中的重要性 正在不断增加 阿维拉强调现代化的紧迫性 因为南中国海拥有重要的资源 周边国家面临的战略挑战 已经扩展到经济和粮食安全等领域 南中国海周边国家众多 主权争议也最激烈 中国声称它拥有几乎全部南中国海海域的主权 周边许多国家的部分领海和专属经济区 都在中国所坚持的所谓九段线的覆盖范围之内 除中国外 其他的主权声索国有文来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等 2016年 海牙常设中裁法庭 对菲律宾与中国的主权纠纷案做出裁决 彻底否定了中国九段线的法理依据 但是 中国拒绝接受这一裁决 菲律宾海军军官阿兰德尔·德里隆 艾伦·德里隆 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 我们的敌人并没有开玩笑 他们看到我们缺乏武器装备 这是我们目前的弱点 我们的船只很旧 所以 这次展览是个好机会 让我们的军官看到 如何才能改进我们自己的装备 此文部分内容 依据了路透社的报道 美副总统候选人辩论 中国网民 礼貌而有风度 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国民主 共和两党副总统候选人的蒂姆 沃尔兹 Tim Walls 和万斯 J.D. Vance 的唯一一场电视辩论会落幕后 中国民间或因对两人略显陌生 关注热度明显有限 其中 中国学者和网络舆论的普遍评价是 比起前两场美国总统候选人的辩论 两位副手候选人的交锋 展现了礼貌和风度的政治体面 或因实质中国的十一黄金周长假 也或因国际舆论 聚焦伊朗 对以色列发动的导弹空袭 沃尔兹和万斯的电视辩论会 并未受到中国官媒重视 港媒 万斯与沃尔兹 展现相互尊重 新华社北京时间星期三 10月2日上午 仅发布一则短视频称 这是美国总统大选 唯一的一场副总统候选人辩论 议题包括移民、经济等 这种热度明显降温 因新华社9月10日 还紧盯着美国总统候选人的辩论 并不是发布实时视频 或理出双方的雷人语录 至于其他中国主流媒体 除港媒外 几乎未见相关报道 港媒香港01当天评论称 经90分钟的辩论 美国选民看到的一场 正常不过的副手候选人辩论 万斯和沃尔兹互表尊重 包括辩论前握手 因此的叙事表达共情 该报道分析 相比特朗普、Donald Trump和哈里斯 Kamala Harris先前的鸡变 万斯和沃尔兹 皆充分掌握政治和政策议题 或让美国人希望两人可以作证 中国网络评论 看好万斯变才者居多 多位中国博主 也给予类似的正面评价 财经博主陈一佳 在小红书拥有超过8万粉丝 她当天发文称 和上两场大boss们的辩论相比 这次副手候选人间的交锋 少了些抓马、drama音译 只戏剧性 多了份久违的政治体面 对两人触及中国处 陈一佳说 万斯多次转移对环保的焦点 转而批评中国 沃尔兹则整场未提及中国、英式 态度相对友好一些 上海军事博主美欧阅读 在微博拥有近30万粉丝 她也发文称 双方在这次辩论都保持了礼貌和风度 而北京博主老腔Plus 则于微博发文抱怨 这场辩论 一点也不火爆 远没有川普 特朗普在场的那种 让人开心的场面 对于两位副手候选人的评价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委托独立民调机构 SSRS 发布的结果显示 万斯以51%的支持度 小胜沃尔兹 多数中国网民 也看好万斯的变才 广东博主 汪西同写二发文 称 沃尔兹表现一般般 万斯明显好一些 获得不少微博用户留言附和 江苏微博网民 一只该子留言 写到万斯 口齿清晰 逻辑缜密 这才有点精英治国的样子 另一位江苏微博网民 铠甲在前甚至 称许 仿佛看到万斯八年总统的身影 不过 总体而言 中国网民对这一场 副手候选人交锋的关注度不高 相关词条寥寥无几 星期三一整天 也只有美国大选 此一词条挤进热搜榜 不若9月10日 哈里斯与特朗普的辩论 一度冲上微博热搜榜首 上官乱 副手辩论 未涉及中国网民关切议题 对此 原籍中国四川 现一居台湾的 作家上官乱分析 这次辩论 两位副手候选人表现文明 但对枪支 气候和移民等议题的表态 无太多的突破 也仅阐述各自的政党理念 因此 他说 网上华语评论者 多为小粉红 与反共人士两派 各执一词 也少有具体评论 其中 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 有华人网民称 美国 候选人嘴上相互攻击 总比习近平 当众把胡锦涛嫁出去好 上官乱告诉美国之音 华人最感兴趣的是 移民 美国 的问题 但他们没有针对这一块 辩论 也可能是因为 华人移民 在美国 本来就不是最多的 总的来说 让人有触动的东西不明显 所以 我看见墙内的 中国 网友讨论的也不多 包成科 三次辩论的 皆必谈美中关系 反突显议题敏感 上海东亚研究所 副所长包成科表示 尽管中国舆论 对美国 副首候选人的辩论 不感兴趣 但中国学者 仍相当关注美国选情 包括候选人的 对华政策 对华贸易摩擦的立场 及未来美中军事 冲突的可能发展 都是两国关系 重中之重 他说 中国民众看美国选情 较关注子女留学 和出国人身安全的问题 但各方都理解的 中美关系 稳定发展的重要 因此 过去三次辩论 皆为触及相关议题 主办辩论的美国媒体人 也为追问 反而凸显两国问题 复杂敏感 非电视辩论会上 几分钟的答辩 就能说得清 包成科告诉美国之音 大家说白了 都是走一步看一步 在非常不确定的环节里 推进稳定的中美关系 如果两个总统候选人 在这问题上 都没有形成 非常完整的战略性思考 就去辩论的话 只会把问题越弄越糟 宋忠平 中国人有共识 美国对华不再友好 在香港的 宣源科技交流中心 国际问题专家宋忠平则说 中国网民 是以吃瓜群众 搬板凳看热闹的心情 在围观美国总统大选 而他们眼中的美式民主选举 等于乱糟糟的相互指责 他说 尤其美国副总统候选人的分量 本就远不如总统 若中国境内媒体未跟进报道 百姓关注度自然就不高 此外 更关键的是 中国舆论已有共识 以及未来无论谁 当选美国总统 美国对华政策的差异不大 宋忠平告诉美国之音 中国的网民也好 媒体也好 更多的观点就是 无论谁上台 对中国都不会友好 这形成了一个基本共识 但两国又都强调 中美关系重要 不应该脱钩断裂 所以 我们既关注美国大选 又不抱有希望 当选总统在美国意味着什么 在美国 民主党人拜登 现在被称作当选总统 这是一个描述性称呼 不是一个正式的官职 因此 拜登现在没有政府权利 他要在2021年1月20日 中午时分就职之后 才有权利 美国新闻机构 追踪报道选票点算 在11月7日 判定拜登在宾夕法尼亚州的 得票优势地位不可超越 因此 获得了超过270张选举人票 从而可以成为总统 在判定他的得票优势地位 几分钟之后 各主要媒体预测 他为总统选举获胜者 这就是为什么 包括美国之音在内的 诸多新闻机构 称拜登为总统选举的 预测的获胜者 有时候 在势均力敌 胜负难分的选举中 新闻机构做出这种预测 对方的候选人 不承认败选 特朗普总统就是这样 他指责有选举欺诈 并表示要继续挑战选举结果 他的立场 使美国国会议员 处于分裂状态 共和党人支持 对他们所称的选举欺诈问题 进行法律调查 但同时又庆祝他们的候选人 在国会议员选举中获胜 争议何时解决 美国选举结果 将在几个星期之后 才会正式确认 与此同时 法庭挑战和某些州选票 重新点算可能发生 截至目前 特朗普行政当局 还没有提供 足以推翻选举结果的 选举欺诈证据 但现在还有时间 提出更多的法律挑战 一旦各州认证了投票结果 宣示将按选民意愿 投票的选举人 12月中旬将在选举人团投票 国会将在1月上旬 也就是在总统就职日前 大约两个星期 认证选举人团的投票结果 遭伊朗导弹袭击后 以色列誓言报复 增派部队 参与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 美国之音中文网 以色列军方周三 10月2日 表示 以军正规步兵和装甲部队 正在加入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 加强对真主党的打击 此前一天 以色列遭到伊朗的导弹攻击后 誓言作出回应 引发外界对盛产石油的中东地区 陷入更广泛冲突的担忧 据路透社报道 伊朗周三说 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挑衅 伊朗对以色列最大的袭击行动 已经结束 报道说 以色列加派了来自第36师的步兵和装甲部队 包括戈兰尼旅 第188装甲旅 和第6步兵旅 表明在黎巴嫩的行动 可能将超越有限的突击队突袭 以色列军方表示 地面行动主要是为了摧毁边境地区的隧道 和其他基础设施 没有计划针对贝鲁特或黎巴嫩南部的主要城市 开展更广泛的行动 以色列向黎巴嫩南部边境沿线的 大约20多个城镇 发布了新的撤离令 真主党周三称 在边境城镇马龙埃尔拉斯 马龙埃尔拉斯 与乙军发生交火 而此前 真主党武装在另一个边境城镇附近 击退了乙军 真主党说 他还向以色列境内的军事哨所发射了火箭弹 以色列没有立即发表评论 周三早些时候 以色列再次轰炸了贝鲁特南部郊区 对他所说的属于真主党的目标 进行了十多次空袭 那里是伊朗支持的真主党的一个大本营 黎巴嫩电信部长约翰尼 科姆 Johnny Corm 在社媒X上表示 一座移动电话传输塔已被摧毁 尽管联合国 美国和欧盟都呼吁停火 但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战斗仍在继续 根据黎巴嫩政府的统计数据 在近一年的跨境冲突中 黎巴嫩已有近1900人死亡 9000多人受伤 最多伤亡出现在过去两周 100多万人被迫逃离家园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 内塔尼亚胡 Benjamin Netanyahu 周二誓言 要对伊朗的导弹攻击进行反击 他称伊朗犯下大错 并将为此付出代价 美国新闻网站Axios报道称 几天内将发生的报复 可能会针对伊朗境内的石油生产设施 和其他战略地点 与今年4月对以色列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一样 伊朗对以色列的最新导弹袭击造成的破坏很小 伊朗的导弹袭击和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 引起了全世界的警觉 因为伊朗在中东代理人真主党 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武装团体 都在支持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 德国总理奥拉夫、舒尔茨、欧拉夫·索斯 呼吁伊朗和真主党立即停止对以色列的攻击 并警告说德黑兰有让整个地区紧张加剧的风险 俄罗斯表示冲突正在朝着令人担忧的方向升级 日本则表示对当地局势深表关切 华盛顿说将与长期盟友以色列合作 确保伊朗因周二的攻击而面临严重后果 以色列称伊朗在这次袭击中发射了180多枚弹道导弹 以色列军方发言人、海军少将丹尼尔、哈加里、丹尤·哈格里 在X平台上的一段视频中表示 以色列周二启动了防空系统抵御伊朗的空袭 大多数导弹被以色列和美国领导的防御联盟拦截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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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